曼谷我回来啦 相隔5年后我再次回到曼谷 疫情后的曼谷除了旅客没之前多之外 改变也不算很大 这集旅游vlog就带大家去看看疫情后的曼谷吧 冰城直飞曼谷只需一个小时半 我搭了早上的班机 抵达曼谷已经是泰国时间11点的早上 从机场搭taxi前往西洞市区 如果交通顺畅的话 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曼谷 市中心了 抵达曼谷的第一餐 我在PTS 附近的雅宁蟹肉面 特大虾脚店吃午餐 这是一间老店 对我来说 吃的就是加入了不同食材的云吞面 有蟹肉、水饺、香菇、叉烧和烧肉等 价格介于48至150泰铢之间 汤面的味道清甜可口 面条也脆脆的 我还蛮喜欢的 终于到曼谷啦 现在呢我就在这一间西洞的酒店 这个酒店呢很小间空间不是很大 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住 选一间小小间的 就可以睡觉的 酒店就可以了 因为呢平常时呢也不会 待在这一个酒店房间里面的 这个房间呢 只是拿来洗澡 睡觉 睡醒 出去外面 四处走 四处晃 到处去找美食 要去东楼 这间吧呢是叫做 Ti Chuka 它是一间 Rooftop的 酒吧来的 46楼的 这里有许多的街边档口 有许多的街边美食 这条小巷子呢很热闹 很多的街边的食物 然后呢他们呢就是这一些 当地的泰国人呢会在上班前呢 就在这条街上 打包食物 去吃 刚刚意外的发现呢那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 Fuco 然后呢很多当地人 很多当地人呢就是在那边打包东西吃的 我在这个Fuco呢就买了一个 这个 烤香蕉来吃 烤香蕉呢就淋上一层的这个 Caya酱 还蛮好吃的 然后呢还有一叠的这个 我是在这个 Celum这里呢随便乱走呢 然后呢就遇上了这一个Fuco 然后就坐下来吃了 因为我看到这里呢 还 就是这个早上呢这里 这个地方呢感觉上呢人还 不吃那么多 所以我就走进来了 不然的话我真是很怕 很多人的这一些 啊场所啦 特别是吃东西的地方 特别是因为一个人在走 所以你要点东西啊要叫东西啊 都有一点的麻烦的 这个呢就是我点的Fuco 嗨 那如果你问我这些 Bat Thai好不好吃的话呢 我只能够告诉你呢 这是一般很普通的 味道的Bat Thai 他就是 一般街边都可以吃到的味道 所以呢这就是很道地的 这一个 泰国的美食啦 价格呢是 Hasip Harba 就是 五十五八 吃过早餐后 刚好的 common salandang在附近 所以就顺便走过来看看 这间建筑的设计很特别 由于我只是来看看 所以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呢 在这里停留 过后我撑搭了曼谷最新的 BTS Go Line 直达 Ikon Siam 这间 2018年 投入营业的广场 位于曼谷 Chao Praya 梅南河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家广场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这个 Ikon Siam的这个 mall 的底楼 这个底楼呢很特别 因为呢他们把这个 泰国的 河边的市集呢 水上市集呢 搬进来 这个mall里面 就是我后面这里了 然后呢这里呢 是一个很大的 美食广场 有很多的 这个泰国的 小吃啊 美食 都在这里可以找得到 业者把曼谷的水上市场 和街边美食呢 都搬进广场里 这里的小吃和美食 价格都很清明 而且也很local 有各种泰式海鲜烧烤 泰式豪煎 泰式猪脚饭 和等等的泰式小吃 选择呢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过后吃了这家 让我相当满意的 Rosniam餐厅 这里的Dong Yam和泰国料理 真的好棒棒 值得 推荐给大家 晚上我们去了 另一家的Rooftop Bar 是中泰风格的 耀高空酒吧 虽然耀只在32楼之上 但高空的景色 也不输 远处是美南河 另一边是泰国 最高建筑 Mahana Korn 这几天下来 我也到了Jok5 曼谷最新的夜市 可惜的是 到了那里 就下起了大雨 因此呢 也没拍到什么 画面和大家分享了 这一趟的曼谷之旅 我还一个人前往了位于 BTS Victoria Monument附近的 船面一条街吃Bot Noodle 出了BTS捷运站后 沿着行人天桥 往纪念碑的方向走就对了 船面一条街就在 纪念碑的后方 也就是交通圈12点的方向 从天桥上就可以看到 船面一条街的位置 下了楼梯后 穿过一条小街 就可以抵达了 在这里 左右各有一家船面餐厅 而我选择了左边的这一家 在入口处是准备面食的角落 进入餐厅后又是另一个风景了 用餐的空间也还蛮大的 而且也很热闹 这里的船面一碗只需 Sip Hok Park 也就是16泰铢 总共有6种口味 看得懂的就只有Dong Yam Gong 其余的叫就对了 壁点的配料当然是炸猪皮和炸云吞皮啦 我喜欢这里的船面 口感和味道都非常的丰富 重口味的人应该会相当喜欢的 再回城 发现附近有家口碑不错的日式茶馆 Beast Oriental Tea House 它在曼谷有多家的分店 因此我就到这里尝鲜了 这里的竹炭抹茶雪糕是必点的甜品 我是为了它而来的 外层裹上了一层脆度刚好的竹炭 里面是绵密又浓郁的抹茶雪糕 还配上了一颗黑糯米增加口感 不得不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使用筷子吃雪糕 相当的特别 而且非常好吃 抹茶控门千万别错过咯 这一趟的旅程因为太chill了 而且很多时间都在逛广场 因此我没有拍太多的影片 在离开曼谷前 吃了超人气甜品 After You后 就算是结束了这一趟的曼谷之旅了 这趟旅程就只有一集的旅游vlog 希望下一集的出游 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画面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 记得立刻subscribe和按铃铛 也记得把影片share出去和大家分享哦 如果你想资助我 给我一点苦力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个super thanks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